咖啡是许多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到妙妙的店里除了可以享用眷村料理之外 当然还可以点上一杯咖啡 尤其能在历史建物里享用咖啡 气氛格外的不同 很多人喜欢喝拿铁除了当中的奶味之外 还有奶泡带来的绵密口感 但来到这间位在空军三重一村的店里 点上一杯美式也能有同样的感受 拿铁是人生中必须的日常生活品 所以拿铁不可或缺 我们是用中烘焙的方式 让大家喝到不一样的口感 那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 是跟别人不一样 很多人问我说 美式为什么会有奶泡 你是不是加了牛奶 不是哦 我们只是把咖啡本身里头的奶泡 重新再做萃取的部分 所以新鲜的豆子 其实它如果是完整的 它是新鲜的 它相对就可以打出美丽的奶泡 那我们用这样奶泡跟大家分享 你的咖啡算是美式 可是你一样可以喝到 拿铁拥有的绵密感 如果想要来点不一样的 妙妙也很推荐店里的摩卡 因为撒上了一点海盐 所以喝起来咸甜咸甜 正好可以中和掉 巧克力过甜的味道 其实摩卡很多人都会觉得 巧克力过甜或什么 所以我们用简单的方式 在最后的时候撒上一点点海盐 让它喝到的第一口是有甜咸甜咸 解决了巧克力带给人家的腻感 那我们用无坛的巧克力 让大家嗑到不一样的摩卡 喜欢喝咖啡的民众 也能选择精品咖啡 店里特别采用红西式 虽然得花上一点时间 但是反而更能呈现出 咖啡最完整也最传统的味道 记者房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